提起古代第一流的军事家就绝对绕不开兵先韩信 他用兵如神 定秦川 扫北方 斩龙鞠 灭项羽 为汉王朝的建立立下汉马功劳 可以说汉朝一多半的江山都是韩信打下来的 韩信也位列无妙 世代享受香火供防 那么韩信打仗到底有多牛呢 他用兵有什么特点 这首先就说到他闪电战的艺术了 韩信可以说是古代闪电战的教父 韩信指挥战斗简直就像带着手机上战场一样 对战机时间和空间的把控都精准到了极致 什么时候进攻 什么时候后撤 依照一事统出安排 无缝衔接 恰当好处 这在通讯部发达的古代简直匪夷所思 比如他平定三前的战役 韩信先派曹参走岐山岛 走出攻打龙歇的架势 然后派冠英走自我谷 自己亲率主力走陈仓岛 并让一部分汉军在躺落岛虚张声势 张韩拿不准汉军主力在哪儿 只能平均不防 当曹参一路猛推迟 张韩误判汉军主力是扑向龙歇的立刻去防守 然而此时 曹参已经撤回 走水路跟韩信主力会合兵出陈仓 这个时候张韩才反应过来 又放弃龙歇紧急收缩战线 而当赛王司马兴持援张韩之时 冠英又从紫武谷杀出 使司马兴首尾不能坚固陷入混乱 他这一乱直接导致张韩军心部门被韩信击败 只能退守废丘 而韩信也不理张韩 主力挺进越阳消灭了赛王司马兴 于此同时张韩又中计 海张平向诱饵曹三部队发起进攻 他一出窝 朱博率领的援军也赶到了 和曹三一起消灭了张平 之后韩信派黎商往北打 消灭了实力最弱的敌王董毅 随后汉军主力会师围困匪丘 至此关中三勤平定 整个战役就持续了一个月的时间 没有打一场攻城战 全使山东击西 把敌人引出城后再消灭 各个击破堪称闪电战的奇迹 韩信的战争艺术再有就是 通通免疫一切不利因素 古代打仗讲究天时地利于人和 后期补给方方面面 都是决定胜败的关键 但这些问题到了韩信这儿通通无视 他几乎不需要后期补给 也不在乎天险鸿沟 甚至连手下的兵将 都是临时拼凑来的也不要紧 只要有兵现在 一切都不是问题 这一点 他在平定北方的时候 体现的淋漓尽致 韩信用了十个月的时间 就扫平北方 平定了魏 赵 戴 燕 齐诸国 更难能可会的是 整个过程 既没有当地百姓的拥护 也没有其他势力的帮衬 完全就是靠着自己 他在龙门偷渡 黄河天血 灭掉魏国 向北战胜主场作战带过骑兵 通过狭窄的井行道 被水列阵 消灭了军力数倍于己的赵国主力 可以说每一战的历史都是极大的 前半年来 像韩信这种反骑道而行之 还取胜的神话少之又少 特别是 在所有士兵都被刘邦给偷印调走后 他依旧能重新招募新兵 消灭了强大的骑国 并且展示了项羽的德力干将龙鞠 就更令人匪夷所思了 可以说 韩信是当之无愧的战神 他的很多战术和战法 就极强的不可复制性 恐怕也只有他自己敢这么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